我們看這一頂 他說在直線的街道上 碎過頭的大雄 正以這個6公尺每秒的速度 等速追桿 停在路旁的這個校車 當他距離校車 24公尺的時候 當他追到距離24公尺的時候 這個時候校車以1公尺每秒的焦度 往前行駛 那麼他問說 則當大雄跟校車最接近 兩車的距離為多少公尺 我們看 我現在以大雄 一開始的位置為0點 那麼車子的位置 他認了10個的位置 我們就帶等加速度運動公式 2分之1 AT平方 焦度是1 T平方 初速等於0 V0T V0等於0 再加X0 再加24 這是任何時刻 車子的位置 那任何時刻大雄的位置 在哪裡 就是那個 焦度等於0 他是等速運動 所以是VT 就是6T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車子相對於大雄的距離 或是相對於大雄的位置 就大雄來看車子的位置 就等於我看看 一減 一減 就是說 車對人的位置 就是說 比如說 車子跑到這裡 大雄跑到這裡 這個位置是 車子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大雄的位置 那麼大雄來看車子的位置 就這一段 這一段距離 加24 1 加24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的話 車子 相對於這個人 他的位置 始終什麼呢 始終是大雄 這車子會始終在等的前面 為什麼 因為 這是二次函數 就是說 這是一個泡物線 這是人對車子的位置 相對位置 這是二次函數,這是時間T 一開始的時候 當你時間等於0的時候,在二次四的地方 這是泡路線 我們來看它的判別式 判別式就是B平等嘴四一七 B平等嘴四四乘以二分之一 再乘以二十四 這個等於多少? 2等於四 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三十六 三十六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 B平等嘴四AC 4AC 這個沒有小0 應該要小0 B平等嘴四AC 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四十八 四十八小0 四十八小0的話 所以這個泡路線 不會跟T軸的相交 也就是說 它那個X的話 始終是大0 大0 就是它的位置 始終是在原點的前面 就是你站在 你從這個 人來看車子 人來看車子就是這個 這個始終是大0 不會等於0 等於0就是相遇 人跟車子的位置一樣的話 就相遇 不會相遇 那不會相遇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最小值 這個最小值 就是泡路線的頂點 這個頂點的話 有一個公式 公式就是說 因為這個恆大零 我怕每次小的零 但是它恆大零 所以它最小距離 所以這個我就可以把它叫做距離D 我就車子跟冷制鏈距離 這個D最小值多少呢? 就是這個D最小值 就是那個4A分之4A7減幅 4A分之那個負德塔 4A7減幅就是負德塔 4A7減幅就是負德塔 ож的賦幅 Sang幅就是負德 t 過һ12加個負和就12 2乎4 是6 可是那最短距離是6 所以這題答案是6,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